《轮回忌实》 大约两千多年前 欧洲大陆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小国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王 他们过着淳朴而简单的生活 人们笃信神灵 定期举行祭祀仪式 其中一个国家有一位年轻的王子 在他刚出生时 德高望重的先知们就遇见了一位 他预言他是一个征服者 他将统治的领土前所未有的广大 也预言了他的王后是邻国的公主 那是上天赐给他的战神 王子从小就与众不同 他智慧和骁勇 十多岁时 他迎娶了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的邻国公主 这个纯洁而又天真的女孩 手无腹肌之力 但却是他命中的战神 从此保佑他打仗 大约二十岁时 王子继承了王位 开始了他辉煌的征服者的角色 几年时间 他陆陆续续打败了周围一个个的国家 他的版图越扩越大 到后来 他的领土大的无法想象 只要哪个国家的名字被他知道 就要去征服 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征战这么多年 全天下都知道 他是不败的帝王 国王的生活非常简单 不打仗的日子 就在王宫休养 人们都知道 他最宠爱他的王后 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 每次仪式都带着王后 王后出嫁的时候 带来了一个贴身的婢女 年龄相仿 乖巧听话 深得王后的信任 将她视为姐妹 国王也因此对她礼遇有加 她在宫中服侍国王和王后的生活起居 地位非比寻常 日子久了 便布满自己的身份 又见国王年轻鹦鹉 不禁心生爱慕之情 一次 国王又出去打仗了 这一次去了很久没有回来 王后在家不免担心 婢女见机反复劝说道 看来国王这次仗打得不顺利 这么久还没有凯旋 王后不如亲自去前线探望 一来给国王一个惊喜 二来保佑她打胜仗 但一定要乔装秘密而去 不能让敌人知道 也不会令国王担心 王后自小养尊处优 生活在宫尾之内 自信天真简单 从未出过远门 也不懂人心险恶 经不住婢女的反复劝说 终于在一个深夜 王后穿上深暗色的平民衣服 在婢女的带领下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王宫 几天后 婢女把王后引到了敌军阵营 当明白宋尚门的是谁时 敌军的统帅真是大喜过望 这么多年 王国的仇战败的恨 终于可以报了 形形是在一片空旷的古地中 中间凹下去 四周是像小山坡一样 高一些的敌势 选择这里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够看清楚形形的场面 那天 山坡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 男男女女 欢呼雀跃 仿佛过节 因为战争 他们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家园土地 而将被形形的 就是给他们带来 这一切痛苦的人的妻子 又是她打仗的保护神 这正是报仇的时刻 王后躺在古地的中心 之前她已经遭受了无数次的凌辱 这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的肉被刀一点一点地割下来 她还没有死 在极度的痛苦中 她惶恐无助地 看着人们那满足的脸庞 那震天的喧闹 许久许久都无法抹去 王后死后 婢女来到国王的面前 痛哭流涕地讲述事情经过 王后如何地思念国王 不顾苦苦劝阻 执意要出宫探望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貌似相陪 没想到最终被敌人掳去 婢女在国王面前求赐死不得 又当众自杀 被人制止 悲痛之余 国王好言相劝 并赏赐给她丰厚的奖品 王后的惨死 对群臣和将帅们来讲 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定要报仇血恨 对国王来说 却由此了无生死 再也不想打仗了 什么国家 胜利 领土 都毫无意义了 之后 她离开了她的王国 归隐了 她没有孩子 也没有留下继承人 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人们传说她死了 其实她是去修道了 那时候 她三十来岁 不知过了多少年 多少事 在一个人迹罕至的高山中 有一位样貌十七八岁的少女 在山洞中修炼 她长长的头发 洁白的罩袍 引山路 食野果 与山中的鸟兽为伴 大多时间 在树下山洞中打坐 疗伤 疗那精神上的伤口 就这样 过了几百年 上千年的时间 她仍旧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她也拒绝入室 因为害怕人事的险恶 十八世纪初 欧洲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 诞生了一个女儿 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因为带有皇室血统 因此享有公主的头衔 这个家庭 有一大片世袭的领地 里面有许多农户 他们是当地显赫的贵族 女孩的豪华生日舞会 也是她的成年舞会 在精心的准备下 隆重而热烈地开场了 这是社交圈里面的盛会 也是为选序而安排的 这位公主的美貌 早已远近闻名 又是这个家族 唯一的继承人 财势和地位更是令人垂涎 远近贵族 黄金国戚 各种豪门爵位的公子小姐们 纷纷应邀出席 当时的社会 所有的地位财产和荣誉 都来自世袭 因此 一个人的血统 就注定了他的贵贱 除此 除此 唯一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方式 就是从军 在军队里 摸爬滚打 是出身低下的年轻人 向上爬的唯一途径 舞会中 有一位年轻军官 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不像其他男士 穿着华丽的礼服 他穿着笔挺合身的军服 眼神中流露着坚毅 他显然是被长官 带来及时权贵的 这位年轻人一进门 就被女孩深深地吸引 目光炯炯地盯住他 不肯一开视线 女孩注意到 被人久久地凝视 望过去一看 是一位年轻军官 不像其他人 骄傲慵懒和浮华的气质 这人浑身流露出 一种鹦鹉之气 似乎还有些愤世嫉俗 一晚上这双眼睛 都注视着自己 可是他为什么 不来邀请自己跳舞呢 女孩思量着 舞会接近尾声了 女孩主动走下座位 来到这位军人的面前 伸出手 他们一连 跳了舞会的 最后三个曲子 结束前 女孩知道 他出身平民 无才无权 女孩从头上 摘下一个事物给了他 并叮嘱他来求婚 男孩点头答应了 舞会之后 求婚的信一封接着一封的送来 母亲每一封信都仔细地瞧着 眉开眼笑 对着女仆如属家珍地念叨着 每一位求婚者的家庭财产 忽然拆开一封信说道 这穷小子也赶来求婚 太可笑了 晚上当笑话一样跟女儿提起 万没料到 女儿却表示 这就是他要嫁的人 母亲大惊失色 绝不答应 女儿却决心如铁 开始不吃不喝 非嫁不渴 无奈之下 母亲命人 在一个夜晚 把男孩找来 用非常尖刻的语言 羞辱他 最后允许他 把女孩带走 并要求他们远远地离开 再也不要回来 不得对任何人 说起自己的出身 从此与这个家族再无瓜葛 暮色中 女孩带着一盒 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 和她的心上人坐着马车 悄然地离开了 这座从小长大的城堡 她憧憬着平民的幸福生活 他们走了很远很远 到了再也没有人知道 那个显赫家族的地方 落脚在一个偏僻 而淳朴的小村庄 他们便卖部分首饰 买了一个后面是小溪 前面是院子的 白色二层楼农舍 女孩从此穿戴平民的 不衣不裙 开始学习农家生活 洗衣挑水 种菜种花 打扫家务等等 都得亲力亲为 所有这些改变 她都不在意 在他们临走时 母亲给的首饰 足够夫妻二人 简朴地过一辈子了 她满足于这种 清贫安稳的 两个人的生活 此后大部分的时间 男人都在城里忙碌 行进于 形形色色上流社会的 舞会聚会中 十多年转眼过去了 男人眼看 就快达成她的梦想了 她梦寐以求的观觉 也在举手之间了 她兴冲冲地回家 要把这天大的喜讯 告诉给太太 回到家 却发现妻子病了 病得很重 医生说她活不了几天了 男人陪着妻子 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 那天 妻子在她的怀中死去 她痛不欲生 葬礼前 她第一次给岳母写了封信 告诉她女孩的逝去 并忏悔没有照顾好 她的女儿 希望得到她的宽恕 来参加葬礼 岳母没有来 却派了一位女仆来 暗示女孩现在的身份 就和这女仆一般 男人彻底失望了 此时的她 希望能够探寻人生的真谛 找到解脱的大道 她放弃一切走了 从此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转眼又来世 二十世纪下半夜中 一个女孩降生在中国某大城市 一户知识分子之家 从小女孩就寻找经书看 不管是佛家 道家 基督教 只要沾佛 沾道 沾经的东西 她都看 小时候睡梦中 曾经被海龙王邀请到 他海中经营剔透的宫殿游玩 拜会了海里的国王和王后 他们都和人的形象一样 但是更美好 服装颜色剔透闪亮 到处像水晶一般 还曾经被天上的女神 在梦中引到她的世界 当时她拉着女孩的手 只给女孩看不远处 一个肮脏的黑乎乎的球体 那就是地球 女孩十来岁时 看到一个有关西藏的电视片 一位藏族妇女被问道 为什么总是摇动一个像波润鼓的东西 她说这是法轮 法轮要长转 女孩一经心中暗念 法轮长转 本命年的时候 她终于得到大法 起因很简单 生活中遭遇到不愉快 心想必定一切都有原因 要想明白 还是在佛道的经中去找寻吧 就上网搜索 豁然看到法轮佛法四个大字 心中不经大惊 只要瞻佛的书没有不看的 怎么这被称为热门链接的法轮佛法 却闻所未闻 她急不可耐地下载读了起来 一直读到第二天天亮 真是相见恨晚 此后的日子 女孩与大法结缘 才明白得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 生命才有了依靠 生生世世所吃的苦 如果是为了换来今天的得法修炼 为了与世人结缘来注施正法 为了众生的得救得度 那就是这样吧 让过去的恩怨在大法中了断吧 只希望最后时刻回首走过的路 能够对所有生生世世结过缘的众生 满心无愧 优优独播剧场